講一下,甚至連這個按鈕有沒有 像我們這個圖表都可以自動產生 甚至連這個按鈕能不能自動產生呢 其實也可以啊 你甚至可以把這個插入按鈕有沒有 的動作錄製下來,你可以分析一下 你會發現它其實基本上 我這邊我剛剛已經把它錄製下來 基本上的話你會發現它就是 原理原則都差不多 ACTIVE SHIT就是目前的工作表有沒有 後面的話加一個Buttons 有沒有,我們剛剛是什麼 那個叫Chart有沒有 我們剛剛錄下來的東西的話 就是叫Chart 那這個按鈕的話叫Button 那一樣是點Add 不過我們剛剛那個名稱叫ChartAddTo 不過它這邊是Add,它比較單純 那看起來它好像很多地方 其實沒有完全都那麼的統一 但是它原理原則都一樣 哪個工作表裡面呢 我要在上面產生Button Button就是按鈕 S就是它的集合 那基本上後面的話 我如果希望 假設它原來有兩個數字 它那個數字 像我們剛剛那個數字 是比如說是什麼 從500然後10 那可是問題有的同學說 老師那個位置實在不好記耶 那我可不可以用不要 所以這邊的話我把它改一下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比如說我希望把它放在哪裡 放在儲存格 哪個儲存格 這個P2 這個是P的第二列 P2的這一點 有沒有看到P2的儲存格是在這裡 對不對 如果我希望那個圖 這個按鈕放過來的話 就是對齊這個點 對齊這個點 對齊這個點 這個點的話呢 那怎麼敘述 其實特別注意 如果你這樣要對齊這個點的話 交過一個方法 這個點 它 就是這個儲存格 這個儲存格 這個儲存格叫什麼呢 叫RangeP2 對不對 這個點呢 當然一樣喔 它有兩個值 一個值的話是x軸 x軸的話是left 那y軸的話就垂直 垂直位置的話就top 所以喔 如果你要取得它的兩個值 left的話 你就是RangeP2點left 就是取得這個 這個的 橫向的值 多少不知道啦 反正就是這個位置 OK 然後呢 它的垂直位置是top 所以以後的話 你用這個方法 就是這個儲存格的這個點 那以後呢 我希望把那個按鈕 幫我加到這個點的對齊位置 OK 然後呢 再來的話 就是什麼 還有就是把這個按鈕 對應到onAction onAction 就是說 當我按下它的時候 去執行哪一個對應的 哪一個聚齊 那聚齊名稱的話 因為我這邊名稱叫 直條圖2016 上面顯示的什麼呢 文字叫直條圖 所以你會發現 我如果把它執行起來的話 第一個有沒有發現 這一行執行完之後 它就幫我會試什麼 這個東西在哪裡 P2在這裡 剛好對齊這裡 然後呢 寬度的話呢 就是80 所以我給它80 至於80多少 大概這樣 然後它的高度多少 25 有沒有 所以這邊的話加個 這樣就圖就畫出來 那只是說 它第一個只是把圖畫出來 上面按鈕2 可是你按它 它沒有作用 所以怎麼辦 你要跟它講說 當我按下這個按鈕的時候 然後它要對應到 一個sub 叫做直條圖2016 那我們前面有寫一個sub 直條2016 所以對應給它 那上面的名稱呢 也把它改一下 有沒有 直條圖 然後呢 再來下個按鈕 下個按鈕 我對齊到P4好了 有沒有 一樣 大小一樣是80 25 所以它對齊 對應到那個圓形圖的2016 有沒有 然後把它名稱 應該改成什麼 改成圓形圖 我剛剛沒改到 圓形圖 OK 然後把圓 這個改上去了 然後再來一個山圖 對應到山圖 然後上面名稱也叫山圖 OK 繪製出來了 所以以後 當然我只取個例子 以後 只要所有圖 通通都可以用同樣的方法來完成 也就是你上面 等於有點像VBA 可以很快的把 Excel當畫布一樣 你要怎麼快速 一鍵按下去 你要讓它變成什麼樣子 都不是什麼問題 OK 所以 做完之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刪圖看一下 會不會成功 按下它 刪掉了 直條圖 圓形圖 就OK了 所以以後 你可以怎麼 把圖畫完 然後你要自動 甚至可以自動讓它產生按鈕 有沒有 那按鈕產生 你要按什麼按什麼 你就自己按一按吧 OK 所以你要給老闆 你說老闆你自己按吧 甚至如果按鈕很多個的話 都可以自動產生 對不對 OK 所以應該可以了解 我有把剛剛這個程式 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其實可以在雲端白板上面 我會把它放上去 給各位參考 所以回去的話 當然第一個 還是要花一點時間 我把它貼到第幾頁 第四頁的地方 然後這個 只是我剛剛這個地方 沒改到名稱 OK 其他的話 當然 我有講過了 其實在那個 Google的雲端上面的話 Google雲端 就是把這個做完了 第二個的話 請各位再看一下 下面的部分 所以我們接下來 就把那個 我們雲端白板 移動到這個地方 就是 變更那個 圖表的種類部分 然後呢 我們的支援來源 實際上就是從這個叫 應該是中央的氣象局吧 我從這邊找到 那比如說我選擇台灣的 或者是選擇哪一個區域的 然後氣溫 有沒有台灣部分的 那裡面可以找到 像甚至如果你台北跟高雄要比較的話 像我這邊 我是從這邊找到 有沒有 台北的這個統計資料 1到12月 那我其實是把它複製了 然後再貼到那個 Excel裡面 就把它轉個方向而已 這個是氣溫的 另外的話還有什麼 降雨量在這裡 有沒有降雨量 有沒有台北的降雨量在這裡 但是其實我是希望說 你們待會兒 你們可以做個變更 怎麼變更呢 請你把那個北中南的氣溫跟降雨量 做個比較 到底差異多大 有沒有 當然第一個 你一定要先把那個台北的部分先做出來 所以我是從這邊抓到資料之後 第二個的話呢 我是把氣溫 有沒有 剛剛是本來是橫向的 那我是轉置一下 把它貼轉個方向 然後降雨量也把它轉個方向 然後前面再加上1到12月份 那待會請各位第一件事 也許你就直接拿這個資料 先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然後呢 直接把這個資料直接貼上好了 就直接選取它Ctrl C 然後貼過來的話貼到B2 OK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希望把這個資料裡面的結果 做出來像這樣子 有沒有 我希望一樣做三個按鈕吧 就跟剛剛一樣 然後呢 但是差異點在哪裡呢 就是我希望它能夠做出來之後 可以是一個所謂的複合圖的一個結構 也就是說裡面的話應該有兩個資料 但是跟各位講 這兩個資料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說它的降雨量的數字 跟它的氣溫的數字 一個是百位數 一個是十位數 所以你會發現顯示出來的話 假如放在同一張圖上面 比如說插入 我們用先選舉這個範圍 然後 不過選的時候請特別注意 選的時候不要選到台北 應該是選B3到D15 台北不要選到 然後插入一個什麼呢 這個應該是直條圖好了 我們先選一個直條圖 但是你會發現 這個直條圖呢 顯示出來的話會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 因為我選這個範圍給它 它當然蠻聰明的 它自動會抓到說 這個是水平軸 所以把這個資料放到水平的地方 然後因為你又選兩個資料 所以它變成說 它一月份的話呢 它就會把這兩個資料幫你放過來 但問題來了 第二個 因為氣溫跟降雨量 兩個數字差很大 所以反而氣溫感覺被壓得很扁 那這樣其實 雖然看得出來是有差異啦 可是這個差異其實並不明顯 因為數字太小了 所以如果像這種情況的話 你可能需要做 做這個幾件事情 第一個 你可能比較好的方法 就是把它變成複合圖 什麼叫複合圖 就是不要兩個都用直條圖表示 你可以什麼呢 這個降雨量部分 也許你可以用直條圖 但是呢 你這個氣溫部分的話 你可以用什麼 可以用摺線圖 可是問題要怎麼樣 可以把氣溫的部分變摺線圖 特別注意喔 這個可能有點 不知道各位對圖表熟不熟 如果你對它不熟的話 可能記得有些細節要注意喔 還有喔 如果你連圖都不會畫 那更不要說寫程式了 會不會有些會寫程式 但是卻不會用那個 這個用 那反而更厲害 OK 跳過去了 特別說要怎麼做 一 請你先選什麼 先選那個氣溫藍色的其中一個 12個嘛 隨便選一個都可以 這個時候你點其中一個啦 意思說我要選全部 全部的氣溫 第二個的話呢 我按一下滑鼠右鍵 選擇什麼呢 選擇資料 不跟這樣 先選擇什麼 變更數列的圖表類型 也就是說呢 我先把它改變成什麼 改變成 它這個地方就會跳出什麼 組合式 有沒有 也就是說呢 它會讓你 因為它知道說 裡面有兩個資料 那兩個資料的話呢 其中一個 這個地方的話呢 你希望把這個變更 所以你看組合是 一個是氣溫 預設是群組織條圖 降雨量也是群組織條圖 可以點的好了 這個有 含有資料標記的折線圖 這樣看得比較清楚 然後把它點選 不過呢 如果你按確定的話 它會變成像這樣子 跟剛剛狀態好像沒有差太多 還是平平的一條線 並看不出什麼樣的差異 為什麼呢 主要原因是因為 因為我們主要的坐標軸 這個軸的數字呢 是根據降雨量而來的 所以怎麼辦呢 如果你今天希望 可以就是說 降雨量的數字 跟氣溫的數字的這個軸 用不同的數字表示的話 那其實關鍵地方來了 旁邊有個什麼 副坐標軸 也就是說呢 我可以在副坐標軸 也就是說這個叫 左邊是主坐標軸 你在右邊再畫一個副坐標軸 你會發現喔 差異就出來了 如果你把它打勾之後 你可以看出來 有沒有 它這個時候呢 它就會自動幫你在右邊 產生一個所謂的副坐標軸 那這個副坐標軸主要是 你以後氣溫的部分 我就用這個副標軸來表示 而不是用主坐標軸 變成說 我降雨量跟那個氣溫喔 是不同的軸喔 這樣的話 好處就是說 我在同一張錶上面 我看起來不會說 因為我要曲究這個 因為兩個數字差太多 所以我變成 我其中一個一定會曲究另外一個 來表示就不清楚 所以特別是喔 副坐標軸 按確定之後的話 這樣的話 我們基本上 就畫出我要的這個圖啦 其他當然把上面的坐標 標題名稱變更 這個前面講過了 甚至底下的話 這個圖力要不要顯示 這個當然可以顯示也可不可以顯示 就是have legend 等於這個預設是true 如果你把它關掉等於false 這個前面都有講過喔 請各位試試看 我們現在還是希望什麼 如果我要把這個動作 剛剛都是都是用滑鼠 把滑鼠來完成的 那我現在不要 我現在要做個圖 我現在呢 一鍵完成 也就是我現在按個按鍵 它自動幫我完成 可能也許可以拆解吧 拆成幾個動作吧 也許第一個先做這個圖 然後做原來 然後把它改 然後最後做刪除動作吧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吧 大家如果你剛剛的動作不太清楚的話 可以先做過 然後一樣嘛 錄製聚齊 分階段錄製 第一階段怎麼樣 先做第一個 先做那個我們原來的這個 先把基本的圖先畫出來 第二個的話呢 再來怎麼樣 把它變更成什麼 這叫什麼 叫組合式圖 或者它叫複合圖吧 反正這個也有名稱的問題 然後最後的話呢 大概是這樣 請各位先試著把剛剛講的部分 先完成 那我剛剛的資料放在哪 放在雲端白板的第10頁